如果想要認識冬季的星空的話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先找到這個獵戶座 有經驗的觀星人 可以從天上的亮星還有星座去判別這個東新南北 那如果是初學者的話 大家就可以用現在的智慧型手機 上面的這個羅盤 指北針知道這個方位 當你知道這個東新南北方向以後 其實會有助於你去認識這個星空 他們這個南北方向的這個位置 或者東西方向的位置 譬如說這個在天空中 天狼星是比較偏向南邊 那這個碧秀五呢 它跟這個5G2 他們是比較偏北邊的這個星座 認識這個星空呢 最簡單的方式其實就是從這個亮星開始 東新的星空我們可以從這個獵戶座 開始來認識 因為獵戶座本身就是一個比較亮的星座 而且它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特徵 就是它的腰帶的三個星 那這個腰帶三個星其實相當的亮 即便在這個都市裡面 我們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找到了這個腰帶三星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讓它往北延伸 我們就可以找到這個 碧秀五這個亮星 那往南延伸呢 就可以找到這個天狼星這個亮星 這個獵戶座呢 它本身大概就是這個身體 是一個南北向的一個星座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獵戶座呢 往北延伸就可以找到另外一個亮星 叫做5G2 獵戶座的右肩呢 它是一顆紅色的巨星 它相當的亮 叫做生鏽式 我們把這個生鏽式呢 跟這個天狼星喔 連成一條線以後呢 再畫一個正三角形 我們就可以找到這個 小犬座的南河山 那這三顆星呢 就形成了冬季的大三角 我們從這個方式呢 就是從這些亮星啊 還有星座啊 我們去慢慢把這些 星空中的這些亮星 還有星座給拼湊出來 這個有助於我們去認識 整個冬季的星空 想知道更多關心技巧 歡迎加入我的線上課程 一起關心向聽神話 都 Eink 睡醒 玩笑 也真可憐